三五好友相约吃饭又唱歌很开心 但是要当心 如果吃太饱又唱歌太激动 可能会让血压一下子飙高 特别是体重过重 或者血压偏高 有高血压家族病时的人都要注意 以免血压一下子升高 会增加中风心肌梗塞的危险 40岁的王先生他好几次跟朋友吃完大餐之后 再去KTV用力的唱歌 大家唱得很开心 但是他却觉得头痛头晕 感觉自己的血压好像上升了 拿血压机来量下 果然比平常高出了很多 相当危险 人吃饱的时候 原本血压就会上升3到5毫米拱柱 如果再加上太激动唱歌 丹田用力 负压又会增加 血压会上升5到10毫米拱柱 本身如果有高血压的话 那更可能血压一下子飙高10到20毫米拱柱 增加心肌梗塞 中风的危险 吃饱饭之后的话 最好30分钟之后 再开始唱歌 刚之宝如果要唱歌 最好唱比较轻油的歌 以免情绪过于激动 另外茶跟酒也不要换着喝 吃饭速度不要太快 也不要一下子喝尽太多饮料 这些都可能让你的血压一下子上升 是